8月25日大型古装传奇新证据将军在上在今举办OMG全息概念发布会 首度公开男女主角阵容马思纯任一轮惊艳亮相 制片人尽一飞兼纸兼连换导演吕浩吉记等一众主创悉数亮相 在片中饰演女将军的夜招的马思纯当天身着陆肩平文超轮群惊艳亮相 大秀相间所顾为了向大家直面诠释剧中的他和沈云伦的关系 马思纯的表现那可是相当彪悍 哦哎呀定住啊定住啊我们定个半小时可以吗 定住我们我们倒数十秒啊 十九八七 喂我怎么说错对不起我得被你们看得慌乱啊五四三二一好谢谢 发布会当天主办妄函首度公开了张人赐予否认巨富海报 说到海报拍摄的经历马思纯大方承认和盛一轮合作会被勾引的 不得不说我觉得其实拍海报的时候 呃一轮状态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他就是更加让我相信他是这个角色 呃他无论从他的表情包括他的肢体 他真的是一个会会会跳舞然后又会勾引人的美男子 啊就拍摄现场你也被勾引到被垫到了对吧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肇于骑本人 从盗笔记走上聊妹之路的马思纯 这次将开启聊王爷模式 对于自己即将饰演的角色 马思纯自我调侃女将军就是不男不女 就是这不是第一次演这种不男不女的角色 呃到摩笔记里的阿宁 其实好像呃打的东西其实也是从头到尾 所以有一定的经验 然后我觉得又有非常专业的团队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 然后刚才也提到说在拍戏过程中 可能会给你准备压力 然后你是不是也已经做好准备 打算怎么来锻炼 我还希望我有一些肌肉 但我希望就是呃在有力量的同时 也能保证我以后嫁得出去吧 我怕别害大只还让我不好嫁人 对 然后还有就是当初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有没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像的 嗯 性格上或者 嗯 比较自由吧 因为其实我对于古古代古装的角色还是有一定的胆怯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长的吧五官都比较大不太是古装美女 所以呢 当然让我演一个女将军比较男性化的话 我觉得呃能发挥我比较这种我的特长 然后比较自由 会有现代女性的一些特征 然后她的确跟其他的古代的角色不太一样 然后我那个呃呃呃 我负责跳舞我负责练健身 我觉得这种组合会给大家很新鲜的感觉 古六娱乐 北京报道